今天不說日子,因為是預錄的,星期五萬六 今天有嘉賓,方鮑你好 太鮑你好 讓我先說一些事情,真的要花時間 今天和方鮑會聊一下愛華頓對萬聯的一場球 先介紹方鮑,方鮑是我另一個節目,英招三劍俠的一位主持 我們是從小變相識的 我早了一年看粥粽杯,你遲了一年看粥粽杯 所以我喜愛了萬聯,你就喜愛了愛華頓 是否應該這樣說? 差不多了,沒錯 因為我是八三,你是八四,沒錯 稍後我們慢慢說愛華頓對萬聯這場球 因為去年,如果在這裏久的朋友 可能有些印象,我們做了watch along跟你一起看 當包很開心,我們很大肆 說真的,一定程度上,因為那場球 我們就不再做跟你一起看 不再做watch along,因為那場球實在太悲痛了 不過,我們先交代一點點 因為這個節目應該是禮拜六早上 禮拜五晚歐霸16強抽籤 我做了一個直播跟大家一起看 我們萬聯的對手是LASK 一對奧地利現在排在榜首的球隊 但小弟有點不小心 因為我完全把鏡頭射向歐洲足協的網頁 本來沒事的 誰知道歐洲足協的網頁 左下角正在播放直播抽籤的人的樣子 那些傻子在說話 可能是因為我直播有那條片段 所以全球又說我侵權了 全球禁止了那條片 所以昨晚我晚一點把星帶配上一些不關事的圖 即是不是那段影片 大家應該可以看回那段直播 有位朋友說 都未試過看直播抽籤看得那麼緊張 所以那段直播值得看 如果大家昨晚未看可以看回 也變了昨晚有朋友問我會不會做片 結果就做了那條片 因為原片被全球封殺了 因為歐洲足協舉報我 我不好意思就播了他的片 所以我後來晚一點就播放一條沒有他那條片 就是這樣交代一下 理論上是早上的星期六 應該是方包你當作 你也是早上的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阻礙了方包 方包就在世界的另一角落 如果有聽開音 早上三個月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現在他是真的早上來的 我是晚上 好了 又差不多一季 未夠一季 因為上次是季尾 我記得嗎 上次那場是watch along的 差不多 應該是四月的 應該是四月的 對 現在是二月 又是 我們又要去到Goodison Park 我們今次想有兩件事問方包 第一 他們中途換了領隊 Marco Silva離開了 安查諾提來到 究竟 來了之後 方包覺得愛華頓 有什麼不同了呢 這個應該是我們會先說的 而第二個題目 就是講這場球 究竟 從愛華頓的角度 這場球會怎樣打 有什麼殺著 我們會跟方包一起聊一下 OK 好 給你一個球給了 安查諾湖 OK 安查諾湖 他來了 愛華頓之後 究竟對球有什麼分別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說 大家如果認識他作為一個領隊 他明白到 他不是一個會玩死一套戰術的領隊來的 即是看菜食飯那隻很喜歡 沒錯 是的 這個可以說是他的強額 我們未炒Marco Silva之前 當時來說 我們一班的拖廁 每個星期都會有 有一些相同的華題 或者有一些願言 就是 對球也是這樣踢 為什麼每個星期 都是只有一個Plan A 沒有一個Plan B 為什麼不可以在戰術方面的運用 做一些調整 最差的是Plan A 不是經常會行動 是的 有時候Plan A 尤其是像你所說 不是每次都會行動 故然之他來到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說 他看到現在我們現有那一手的球員 接著就選擇做一些調動 就是究竟我應該運用什麼的戰術 可以將我現在現有那一手球員的狀態 能夠提升 或者是充分運用到他們的長處 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炒了Marco Silver之後 我們有三場球 是由我們的名宿 鄧坎佳信是領軍的 沒錯 那麼他在那三場那個的時間 他選擇就是玩雙箭頭 4-4-2 4-2 那麼就是擺Dominic Calvert-Lewin 就找Richarlison 搭著他們兩個一起上 那麼我們看到在那三場球裡面 我們的威脅性是大了 那麼安柴洛提來了我們之後 我想問一句 算不算是傳統的4-4-2 即是真的兩個在前面 沒有說是一前一後果類的 如果你說在鄧肯輝格領軍的三場球的話 某個程度上我可以覺得是比較傳統一些 但是安柴洛提來了之後 他在那方面就是做了一些調動 稍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有什麼情況 但是安柴洛提來了我們之後 他看到就是說我們玩雙箭頭這件事 是OK的 是真的有效的 於是雖然他自己本身 他可能都是偏向於玩一個前鋒 但是他看到因為現在那件事 他就說行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就不要搞了 不要改了 OK 順著去 順著去 是比較簡單了一點 變相當你在做雜訓的時候 當你要教那群球員 就是當我們要回防的時候 你的企位在哪裡 要做什麼工作的話 因為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陣式 變相來說 球員來說 那個心理負擔就輕了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事情 去顧慮 如果對手從這邊來 你又要怎樣走 不用記那麼多東西 是的 不用看著要記哪幾個 基本上就是知道自己的企位在哪裡 那就OK的了 嗯 面相將所有一切的東西 某個程度上就是簡化了 是 球員變相來說 就比較容易適應了一些 我想補充一點 嗯 你知道很搞笑嗎 Marco Silva 就正正好像你剛才所說 令到這些東西過分不複雜 所以球員可能就搞不定 但是呢 我很記得的 Marco Silva 初初去到屈福特的時代 Troy Dini 做接受一個訪問 他正正就是說Marco Silva 是調轉 是On the other side 就是說 Marco Silva 來到 令到一些東西 他講得很清楚 而我們的工作 相對來說 就是清晰和簡單 所以我們就看得好 真是想不到 他去到愛華頓 就是剛剛做了相反的事情 如果要回應你這個論點 其實我也同意 除了Troy Dini 有很多他以前 Marco Silva之前教的球員 譬如說在喉成 或者在希臘那方面 他帶了很多球員 他們的評價都是一致的 某個程度上我也會同意這件事 因為他真的是那種 少數是喜歡下場教球 真是會抓住球員 或拉著他 就是說OK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站這樣的位置 然後就真是 下場伸手 拖著那個球員 告訴他 就是你要站在這裏 我想最主要來說就是 Marco Silva 年代的愛華頓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他經常跟別人說 你看回他以前 他在其他球會校 當時 他喜歡的陣式 是一個4-3-3的陣式 但是他來到我們的愛華頓 他基本上可以說 是沒有踢過這個陣式 就是因為他覺得 我們現在現手那群球員 是不能夠踢到他想要的4-3-3 所以變相 他看送吃飯的做法就是 OK 我不能夠讓你們這群球員 踢到我所要求的4-3-3 那我就嘗試去遷就你們 踢一個 第2、3億的陣式 這是現在其實很普遍 也是很多人喜好的一個陣式 所以某個程度上 為什麼他在愛華頓 始終是沒有機會留下 不能夠去做一個更大的發展 我想在這方面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安撒路對 剛剛相反 總之有什麼來 我就幫你煮些什麼出來 沒錯 總之你有什麼 我就順量做 因為他基本上都是提倡 4-4-2這一下也挺難去搞的 其實很厲害 是啊 而且始終來說 安撒路對 是一個 沒錯 馬克思維以前也有踢過球 有踢過職業球員 但始終不是一個 差好東西 差好東西 根本不是很級數的 安撒路對是球星來的 真的說真的 我最記得多時以大利國家隊 安撒路對 還有鄧立東尼 Donna Donny 和Ancelotti 兩個 是球星來的 是球星來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 你是可以了解 明白到 當你作為一個前球員 你的名氣是比較高一點的話 以及在踢球的實戰方面的情況 即是高級的實戰情況 是多盎司的話 某個程度上 他亦都很明白到 球員的心態 每天的起跌 起伏會是怎樣 球員也會多些 絕對是 說服力多些 變相他來了我們之後 第二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 他有一個所謂的 怎樣說呢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影響力 有一個名氣 可以壓住球員 對 同意 這個就是斯丹在 亡馬成功的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我覺得 沒錯 他很好說 沒有聽 他現在帶著那群球員 小時候 應該如無意外 都有看過球 會認識到 安撒路對 是一個怎樣的球員 一定程度上 蘇斯克查和林柏特 都有類似的情況 是的 沒錯 當初下題 就更加長一點了 年紀上 歷練上 我想分別 始終來說 是因為他老一些 六十多歲 加上他在教練領隊方面 都真的很有階職 他厲害 歐聯軍軍 是這樣的 戰績是挺輝煌的 所以在說服力來說 一定會大很多 所以就變相 他在我們來之後 另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球員的心態 真的開始有了改變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 馬克思華領軍的奧華頓 基本上 根本是應付不到 打逆境波這件事 如果我們先失球的話 基本上 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很少機會 能夠攀平 反省當然不用說了 但是 按插樂題來的之後 我們 近距離那九場球 我們已經有兩場 從一個能夠可以 反大為勝的情況來講 做到這件事 所以 在那一方面 慢慢看到 就是球員的信心 是增加了 也看到他們 當他們遇到疫情 是比較淡定了 OFOR的成績 相當不錯 其實我現在 我版面上 在看你們最近的成績 他是第一次 對阿仙奴那場 坐在座上高 那我就不算 唯一是輸給曼城 輸給利物浦 以及剛剛輸給阿仙奴 其他球賽不是贏就和了 當然 劉卡蘇那場 被人出2比2 有點激氣 絕對是 但是如果回應你剛才那一點的話 如果你看那個數據來講的話 如果我只是看英超賽事來講的話 他擾教了九場球 九場球 五勝 兩和 兩負 17分 所以拿到 OK 那基本上就是 由1月開始 我們那個狀態來講 我其實真的 應該是 在英超來講 是第三隊最好的 OK 那 就 看到 不單是在 戰術和心理調整方面 是 有一個正面的影響之外 Bottom line就是 是做到東西 是拿到分 是贏到球 是 剛剛那場 就算輸給阿仙奴 我也記得我們三劍俠節目講過 你都是偏向收貨 就算輸了 但其實都是看得不錯 楊波 至少我看到 有很多 有很多的表 很多的東西 我是可以 怎樣說呢 就是說 有很多令我 很encouraging的東西 很鼓勵 很鼓勵性質 鼓勵性質 最少不是說 衰到貼底 不是說輸到貼底 而是說 你是看到 在某一個時段 你是看到對球 是做到東西的 只要 只要他能夠 保持著這樣 保持著他 可以做到的東西的話 那就應該 如無以外 是會有一些 好的正面的成績 會出現的 所以 OK 你這一句就重要了 我們這一節 來到這裡先 下一節 就問一下你 對馬聯場波 有些什麼 你覺得是應該 要做到的事 好嗎 方柏 好 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 OK